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这个频道要放弃旅拍一段时间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面聊一聊我为什么要放弃,有几个原因 以及谈一谈现实的问题吧 今天我来到的是北京的一个小众的地方 它是据市中心最近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叫北宫森林公园 公园的门票只有十块钱,非常实惠 而且在这个公园站到山顶上,可以俯瞰到半个北京城 走,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吧 正值北京春暖花开,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可惜如此美好的春季,我却不能继续我的城市探索行程了 家门口的景色其实也是美不胜收的 给大家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无法出去旅行拍摄的几点原因吧 我不出去的第一个原因,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现在29个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本土疫情 如果要是您在外边,还是小心点 可能如果您在外边的话,会被集中隔离啊 或者拉到宾馆里边就就地隔离嘛 那还不如就是直接在北京呢,居家隔离,封在家里边,也比在外边好,是吧 我觉得就是城市越大吧 然后越安全一些,相对来说小城市有可能做法比较极端 现在这个疫情呢,断断续续的已经持续了两年半了 谁知道下一个被封的城市是哪一个 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吧 还是最近一段时间少出行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吧 忘了给大家介绍了 我在山脚下看到这个景观是小江南 在这小江南里走着,有没有一种游江南的感觉呢 这山脚下有一个不大,但是也不小的湖 湖上面的亭台楼阁啊,都是仿江南景致而建造的 春和秋来到北宫,这里的景色是最美的 湖里边啊,还有小鸭子,以及代表着不祥之兆的黑天鹅 往山顶爬吧,海拔350米 百花盛开 在我旅拍的这段时间呢,我收到了很多的评论 有一些朋友啊,挺热情的 希望我能够去到他们的家乡 记录一下他们当地的人文啊,风景啊什么的 有很多都没有实现呢 我都把这些朋友的建议,我都给记下了 有时间啊,到你们的家乡去走一走吧 我看看,这个,对,牡丹啊,牡丹,就肯定是牡丹 挺大的,可能说到这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反驳说,你年龄看着也不大呀 我呢,是跟我自己做纵向对比 跟过去二十郎当岁的时候比起来,现在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啦 再加上,有时候经常会智商不在线啊 我记得上次我去亚安 本来想说老不出鼠 又就说成勒布斯鼠 哎呀,后来很多人纠正我 就是常年旅行的话呢 有优点,优点就在于有无数的新鲜题材 遇到无数的新鲜的人和事 但是缺点就是,可能旅行的过程上,你只看到的是广度 没有了深度,你会在这种优美的环境中迷失自己 会给你一种假象嘛,就是看似旅途中你的阅历会增多 建树会变广,但实际上你没有深度,没有思考 而是原地踏步 所以行万里路之前不是有要先读万卷书吗 我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把心静下来 踏踏实实系统的读几本书 然后呢,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这个时间去读书了 这个公园啊,我都来了好几次了 但没走过这个路啊,石头台阶 登了一半的山,已经热的受不了 今天最高温度才19度 昨天啊,刮沙尘暴降温了 要不然前几天的话都30度了都快 这半山腰啊,还有一个白塔 这叫复波士塔,也叫藏士塔 一般呢,都是过去僧人呢,建造的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这边的疫情啊,都是个位数的增长嘛 还算是没有太严重吧 也就在朝阳区,旺京那附近 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有一些地方被封控了 前几天我还去了旺京呢,看到那边有的地方已经被隔离开了 然后像这个地方叫丰台区 还有我住的像通州啊,西城东城啊那边,还都好 这几天嘛,我也把该买的一些米面油 还有一些零食饮料都准备充足了 至少准备了一个月的 来到半山腰了 看那边 以前我上山是从那条路上去的吧 这次我换了一条路 从我上次下山的那条路上去 海拔300多米,还挺累的 因为我边爬边拍,有的镜头要拍好几遍 来来回回走上走下 所以会感觉累 其实呢,这个山并不高啊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山上有自动收货机 但是价格比较贵 像这种矿泉水 两块钱呢,这里卖六块了 好,我带大家看一下 山顶一览重山小 可以啊,俯瞰北京城嘛 那边有一条路 这个就是西六环 六环路 现在呢,我在丰台区啊 丰台也是城八区之一 在北京的南边 我们现在往东看 东边有个塔 这塔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塔 但是再往远看 隐约能够看到中央电视塔 往南看啊 那边就开始多山地了 山地那边呢 就是门头沟区和防山区啊 这两个区就算是北京的远郊区县了 再说一下第三个 我最近不再旅拍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行业的原因 出现了拖石向须,泡沫严重的情况 很多平台啊,之间互相顶牛 一听说什么火了 资本就蜂拥而至 直到啊,把经济利益 摊薄到毫无价值 看着竞争挺激烈的 实际上啊 就根本就没做工 知道吧 能量在相互较劲的过程当中 就消耗了 这就是那一卷啊 我们视频领域呢 尤其如此 我自己带了吃的 一袋锅巴 还有我囤的粮 就是八宝粥 手上有粮心中不慌 这几年啊 自媒体这个行业内卷也在加剧 资本无趣的扩张 你们看到现在做旅游自媒体的 吃越来越多 其实这只是现象 背后的原因 还是因为内卷化的加剧 导致 吃完了不到三块钱的锅巴 现在分量特别少 只有50克 所以我呢 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嘛 就是近两三个月 提高一下自己 让自己在视频领域做得更好 然后在这种内卷化的时代吧 能够脱颖而出 我还是本着我自己的原则嘛 就是坚持不开会员 不做广告啊 我比较认同这么一个观点 如果一个事情是冲着钱而去的话 那么你很难做好 但是相反如果一件事 你的出发点是首先 先把事情做好 那达到经济目的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我并不是高尚到我说我一点也不想赚钱 但是我觉得你的出发点 应该除了赚钱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这件事情做好 好这是第三个原因吧 终于到了狼坡顶 整个公园最高的部分 整个狼坡顶啊像狼的击背 因此而得名 这里啊也是一个地震断裂带 后边还有一个景点叫空中花园 走过去看一下 对面就是门头沟区 有借台寺千灵山都在那附近 再往这边看 这边有一堆高楼 这儿的住宅啊 均价都在五万多 应该不到六万 已经是六环外了 六环边上价格还这么贵啊 这北京啊真不是一般的北漂 能够生存的下来的 我们准备从断裂带这儿开始下山 下边还有一些景点没逛呢 再利用下山的时间说一下第四个 我最近不能够出去旅拍的原因吧 就是家庭原因 去年我的父亲去世了 但是他也留下了一些遗产吧 但是这个遗产呢非常麻烦 处理起来吧 就需要我跟我妈去配合 只是进行了一半 到了现在一年的时间了 仍然没有处理干净 再加上最近第二波疫情出现了嘛 如果这个时候我出去了 比如说北京要出现了点什么状况 把我妈一个人封在家里边 肯定也不行啊 她一个人老人家谁去照顾她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来说啊 这一段时间呢我现在陪陪她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我再看 另外我又是一个独生子家庭嘛 现在只有我跟我妈家里边 只有这两个人相依为命 而且我妈的岁数啊在这摆着 已经都七十上了 也许作为中国的独生子家庭 早早晚晚的你都可能会面临着这么一天 有这么一天 就是说你家里只有这么一个老人需要你去照顾 你们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可能远行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是80后嘛 我赶到这个 这个节骨眼这了 你们可能90后 00后 父母还年轻 还是身强力壮 也没有什么慢性病 所以呢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 我估计越来越多的这种家庭 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 就是父母在不能远游 那当然还有一句话叫游壁有方 就看你怎么去游了 对不对 这个公园有山有水有动物 而且人又少 这是我觉得挺推荐大家来的 门票只有10块 停车场停车的话一次10块 一共花了20块钱 另外再说一下我的旅拍吧 并不是说我旅拍以后就不拍了 只是说我旅拍 再过几个月通过我的学习吧 我觉得我的旅拍要改版了 就是多增加一些社会性文艺性的内容 以及与当地人的一种互动 那我过去其实拍的并不好 我要给我自己打分的话 只能打70分 希望今后啊 我再出去的时候 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 更优质的内容吧 就会这么多了 然后再度就会得到 帮助我们的呀 是联系的内容 可以我被保护了 再去联系的内容 甚ordu